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鲨鱼上钩让我们行潮澎湃 不 鲨鱼 鲨鱼城也深浅 与鲨鱼海底共舞 惊险刺激 却又欲罢不能 我好爱潜水啊 无人岛上张一科和杰瑞卡 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 又是什么原因 让我们集体沦落 怕牢监狱呢 岛国怕牢 位于西太平洋赤道附近 距离关岛 菲律宾都不到一千公里 属于热带气候 有趣的是 虽然怕牢的海面 一年四季都不会有狂风巨浪 但是怕牢又是很多台风形成的地方 所以天气变化多端 一年四季随时都有可能突降大雨 来到怕牢的第二天 我们就体验到了 怕牢变天比变脸快的意义 在怕牢 天气预报是没有意义的 起床的时候还是艳阳高照 一转眼就已经是大雨晴晨了 想要继续出来探掉的我们 只能够干着情 趁着闲暇的时间 当地向导潜水教练Andy 决定先带我们体验一下 真正意义上的潜水 在之前我们都是去过福田 感觉也还是有一些压力的 但是对于生前来说 那就太小儿科了 对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后面这个钢瓶的话呢 它装的是压缩空气 我们叫气瓶 那我们现在背负这个气瓶的一个背心的地方呢 它是一个 它是一件布丁 BCD BCD呢是可冲气 有没有冲气 也可以放气 哦 也就是 可以使我们人类呢 在水里面像鱼一样呢 可以冲 可以自由的调整我们的上下 就有冲气 对 像鱼飘一样的意思哦 那我们这边呢 鱼可以在水里呼吸 人不行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发明了连接我们气瓶的一个二极头哦 这个可以我们让我们可以在呼吸 我看到 哇 哇 那只要吸气吐气都在里面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正常的到水里面去游玩去浮潜了 啊 哎呦 好 掉了 刚忘记 哎呦 这么久 好 20公斤 刚忘记跟大家讲了 这边还有一个 让我们来就是往下沉的这样一个 很硬的一个 配重 配重 千块 像衬托一样是千块哦 好 好 这些准备就绪了 那我们就准备要做训练哦 和学习浮潜一样 Andy哥还是先加了我一些理论知识 然后让我在潜水区先适应 看似很轻松 其实过程很是严谨的 好来 趴下我们练习呼吸 来 等于跪在山山底下 手往前飘 然后慢慢把脚往后放 趴在水里面呼吸 正常呼吸吐气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浮潜的时候可能还好一些 浮潜的时候你就是 因为你知道有个管子在上面 这个因为有无尽的大自然的空气 给你吸 走一下去我就会想 就万一等一下没有怎么办 而且一下去之后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可能像没有个管子 就你会怕煤气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这边有个表 如果它指针到黄色区 就是大概要停止动作 要上出所面 就我离时也不远了 如果都好睡 对差不多 看一下 因为深浅要长时间待在海底 比浮潜的危险性还要大很多 所以初次接触的我 还是免不了各种紧张心理 这深浅吧 主要是要求心理服务之好 本来水性就不错的我 才尝试了几次 Andy老师就让我毕业了 这让我一扫不能钓鱼的郁闷 一下子就兴奋起来了 赶紧潜到深处 第一次用鱼的视角 来看看你谁底的世界 Andy把我带到了之前 我们潜水看到过的水泥 飞机附近 让我独立操作 坐上飞机的驾驶舱 也算是对我的一次 深海考核吧 感谢观看 微笑 昨天就没看这么清楚 没有坐到飞机躺底下 然后你们要看里面有一个空洞 空洞里面 还有好多小鱼 在那边住家 蛮想跟他们打个招呼 摸一下他们 虽然他们不是很喜欢 其他的外来物种的干扰 一碰慢慢碰 就飞开了 在水底自由自在的场游 整个心情都慢慢地放松下来了 这和之前的感受 是完全全部一样的 慢慢地神剪 所有的步骤 我都能够独自操作了 在水底 没觉得时间过得多快 玩了一圈再上来 时间已经是上午十年多钟了 这个时候天气早已经放晴 徐老师和张哥 他们早就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我们稍作准备赶紧出发吧 在出发之前呢 我们肯定是很多东西 都要做好准备了 我们看到现在船长先生 还有安宁哥一起带我们 一起调试 这是要我们今天做掉的尼尔 对 这就是尼尔 那我们在选的时候 应该怎么选呢 因为我们今天主要目标 一种有牛港生啊这些 这个尼尔的话 它有放在潜水的深度 还有做它的色彩 然后它前面重点是 这个潜水板影响 它可以潜水的深度 对水层的问题 或是飘浮或是沉的 所以就是像我们今天 如果目标是牛港的话 我们是选择水层大概 四到七米的深度 四到七米的深度 然后到一个浅礁区去找它 那我们是以飘浮型的 这一种类型 所以它就适合 四到七米的深度 我们今天所要搜索的这个水层呢 就是四到七米 因为天气变幻不定 所以今天Andy哥也没有安排我们出远海 就在科罗州附近海域脱钓 出海的路上 Andy哥又和我们聊起了 帕劳当地的钓鱼文化 像我每年都有钓鱼比赛 每年都既定的钓鱼比赛 是都钓到五百磅三百磅的马里鱼 就是尖嘴的那种骑鱼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那当然呢 所以每年都有不少渔获 当然也是他们也说 让他们祖林去指示那个位置在哪边 然后才钓得到 就是说每次参加比赛之前 首先是要拜祖林 然后就问祖林 然后再次去实现祖林的指示 然后你就能够拿到这样的好的成绩 你跳过吗 我跟过 你跟过 其实蛮累 我们凌晨三点多就出门了 然后什么时候回来 大概到晚上五点前要回来 因为比赛规定 五点前不回来 就是取消资格 哇 跟我们FLW和CUB 一样的直发严明 是 忘记给自己打广告 之前做钓没有上鱼的徐老师 今天特别敬业 一直守着脱钓杆不肯撒手 一路行船一路脱钓 可能是今天换了女儿的原因 出发还不到半个小时 徐老师一直牵手的脱钓杆 就有了动静 等了这么久 这相对在给你日后 连续地这样一个信号 你要把眼睛揉下去的话 就算不要更大的 继续来 继续来 就不要停车 不要停下来了 老师 加油 老师 加油 不要停 不要放弃 还有 跳出来了 加油 加油了 不要放弃 老师 不要跑掉了 成功就在眼前了 没有感觉到有多少重量 没有 没有 有了吗 就啊 没关系啊 慢慢拿 慢慢拿 船长说应该还在了 我们船长给老师一个志气 好 来 没有 下去光想给你了 没有的话 安丁哥下去自己当鱼上来 虽然最后鱼还是跑了 但是这次种鱼 也给我们今天的作调 开了一个好头 也把大伙的心和劲都提起来了 其实今天海上的风浪 还是不晓得 我光顾着和安丁哥闲聊 头上的帽子 不知道什么时候 飞走了都不知道 在这里要特意跟我爷爷说一句话 你只很讨厌我戴一顶黑色的帽子 就我今天刚刚戴的那个 但放心以后它再也不会出现了 为什么 它被海风给吹走了啦 好烦啊 这头发好丑 好啦 但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地点呢 应该是还不错的 所以船长也告诉我们在这边 可以试验性地做掉一下了 有句谚语叫做 上帝关上你道门啊 从会为你打开一扇窗 上帝带走了我亲爱的帽子 总该刺点别的东西 给我补偿一下吧 这应该是中了 我中了 是吗 是吗 我第一次海招中的鱼 是吗 你是不是感觉要疯吧 是的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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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海招中的鱼 是吗 是吗 这是第一条海招中的鱼 来 早上来收 来来 先把鱼摘下来 先把鱼摘下来 还有很难 还有很难 这几个 还有很难 你知道种鱼之后啊 你就很怕怕跑 因为他之前已经跑过几次了 然后你一定要很用力 千万不能停下来 用力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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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手都有点抽筋 但你也顾不了了 但是他出水比较早 因为他比较小对不对 所以他出水的时候 一直都在水面上 被我们拖过来 非常幸运 我们看一下他牙齿 好凶猛的 太爱了 这辈子第一次 钓上来的海里的鱼 你跟我有仇 我这一条鱼上来之后 大伙儿也是兴奋的不行 本想着继续做钓 多上几条这么漂亮的石斑 但是海上的风浪 这个时候愈加的大冷气 在船长的告诫下 我们十分心不甘 情不愿地回航了 我到酒店 已经是下午三点多钟了 吃了午饭之后呢 Andy哥神神秘秘地说 要带我们去逛街 说是要用一个惊喜 来补偿我们 没有过到调影的遗憾 说是要逛街 Andy哥静止把我们 带到了怕牢的国家监狱 难道我们这几天 做了什么犯法的事情吗 就我们知道在怕牢呢 这个警察局还有这个监狱 有一个非常奇怪的规定 他们白天都是把犯人放出来的 因为他们不想负责他们的吃和喝 然后我们现在所在位置可以看 这旁边有很多警车 很明显我们现在到了警察局 怎么样 您现在说小声一点 大家被抓进去灌 你们法律哪有这么隐蔽 大神也要被关起来 白天不关 白天晚上我都不想进去住 今天晚上你去体验一下 对啊 我们现在就是要进监狱了 我们要进监狱了 进监狱了 都出来了 进来之后才发现 监狱里面是个手工一品商店 怕牢这个国家还真是奇怪 监狱能够随便进就进 随便出就出 监狱里面居然还是 全帕牢最精致的工艺品商店 而且这些工艺品 全部都是囚犯先生 全手工制作的 真的是让人跌破眼镜 哇 你真的其实不是那么敢相信 这所有一切都是他们这边的犯人 给雕出来的 这很有艺术器械 也很有很需要公敌的事情 好不好 很唯妙唯笑 安迪哥告诉我 这个监狱商店 其实是怕牢旅游的一大壁光圣地 这里面的工艺品 不仅都是全手工打造 而且还能够体现 不少怕牢当地的文化 你看看这边的陶牙新墓 当时配合当地陶牙新墓 标出来一个陈化 像木标故事版的陈化 从各个陈化里面可以产现出来当地的陈服 以及他们一个非常原始的一个风貌 像喜欢鱼群的都会在这个录制板上面雕刻很多鱼群 或是甚至你可以看到有大风鱼 海归的一个木架故事吧 说到怕牢的工艺品 最出名的应该就是戴帽和女人钱了 尤其是女人钱 一方面是材质优良的工艺品 又是具有历史传承价值的收藏品 每一个像那个小孩子或女孩子在婚礼商里 都会有一个代表家族性的东西 以前是可以买卖土地 像以前说 我这岛送给你 那没有平正嘛 没有土地平正 我这岛送给你 所以我的接受 然后我就要带着女人钱 就女人钱不一定是女人带的吗 它也代表说是男生球杖也有 球杖也可以带 但是到时候目前都是女孩子在带的 这个好 现在还有吗 还有 目前都还一直流传下去 不是没有 作为钓鱼人 张哥关注的点和我们就不太一样了 他老人家看中的东西 总是跟鱼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看你们 这是一个鱼群 因为工艺品都是囚犯全手工打造的 所以价钱也不便宜 连这个监狱的警长也嫌他贵呀 不过这监狱里面的东西 我们都不敢提侃价这一茬 关键时候呢 还是要靠Andy哥 我们杀价总裁他不是老板的 也是每样东西都是属于一个囚犯制作的 所以老板会进去把这个人的囚犯交出来说 可以给他多少钱啊 或是他囚犯在里面他说 你可以杀多少钱 他直接跟老板讲老板再讲 他只是一个中间人 他其实是一个住在这边照顾生意的人 他真正每一样都这种囚犯名字 然后囚犯记号 对他的标价 就这样子也 所以他其实是可以杀的 那我们这边看了很多 他会有一个记号 记号 就这个人叫记号 哇在记号做了好多东西啊 记得好多都写记号 如果他手工好的话 那就他厉害的地方 所以有时候在这边过来做了很多钱 对吗 对哦 对不对 那我们刚才都进去了 然后肯占很多啊 然后要进去是 他说他想要进去 好 他想要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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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说你 他不到门口打一个精彩巴掌 就行了 在监狱里面还可以玩玩闹闹 购物杀架 这可能是在任何一个国家 都一言不到的所谨了 一群人积极加渣地选了又选 最后终于在安丁哥的帮助下 杀架成功 满载而归一 回想这一天 虽然没有掉到太多鱼 但是经历也算是丰富了吧 因为天气突变 早点出发钓鱼的计划被打乱了 只能跟安丁哥学习深浅 水底舱游让我心情好转 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海底的魅力所在 接着出海碳吊 风浪太大 不能出远海 但是漂亮的东西班 让我们一扫之前的阴霾 造访怕牢 国家监狱 购买囚犯手工打造的工艺品 大家都满载而归 明天我们将继续出海探钓 会有什么样的惊喜等待着我们呢 休息了一晚 第二天醒来发现 天气非常的棒 前几天的钓鱼收获 都不是很理想 今天我们非得转它个盆满钵满才行 一大早大伙就整装出发了 徐老师已经迫不及待了 今天我一定要钓七条大 要盖过你 不像你昨天钓一个小的 你就兴奋得不得了 根本就没睡着 心里一直想这一事 我真的没睡着 我早上五点钟就下来了 是吧 很期待 今天在骑球 在火 给我钓鱼吧 好了不这么说 我钓不像你 我今天一定要钓很多大鱼 也难怪徐老师这么兴奋 来到帕老好几天的 一条鱼都没钓上来 这叫大师 请何以堪呐 所以今天我们也都期待 他能够上一条巨物 来弥补这几天的失落 今天天气很好 所以我们准备往 帕老北端的卡样埃尔州进吧 我们要是日月 还该从 我们要给你 今天特别的 就得 穿上说什么 我们昨天是在左边那一方面 在乌龙水道那边钓 那我们今天原本计划是往东边 往北岛的卡样州去 那我们现在看到现在的风浪 已经开始慢慢越来越增大了 然后厂长现在决定到前方 它一个私人的渔场 它是钓一个大GT的 还有这样我们 它昨天回游性的鱼类 像是网户那一种的 都会出现了 那我们从最外面环家 今天跑远一点 到最外面环家 再往回 去抽取我们这些大雨的所在地 那达成我们今天可以让大家 种大雨的一个目标 就这样就OK了 我们昨天在那边嘛 我们今天在那边 就是要偏北一些的位置 对 我们现在往北岛 你看这边是帕劳的大岛的位置 我们昨天都没有看到这个地方 因为昨天我们是往南边去 那我们现在正值藏潮 我们尽量在藏潮的时候去拖 尤其是早上今天出发比较早 鱼的咬耳的机会会比较大 会更加好 像我们刚才说的 那个折射会射下来 让耳看起来更加的有诱惑性 对不对 没错 所以今天这么好的这样一个天气 还有这么好的这样一个时机 西老师 你要好好加油 那你放心 不过呀 你那么钓一条小鱼那么得意 我没有得意 很多小大鱼 我没有很得意 我昨天还是很近 很牵扯的 你那有记录的 你很得意多天 没有太得意 我今天会想更得意 好啊 好 我们今天比比看 好 比比看 看谁厉害 好 好 豪运了 好 豪运了 豪运了 去不了卡亚埃尔 但是船长的自留地 也是非常有诱惑力的 往北走不到一个小时 就到了我们坐跳的吊场了 刚到吊场 张哥就终于了 这样整个船上的气氛 都热闹了起来呀 这不可以 这身子不要咬起来 这身子不要咬起来 这身子大物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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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也中 我也中 中了吗 中了 中了 力度强不强 对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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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好 我还要走 我也中了 我还要走 是吗 我也中了 看我手势这么能 这个也中了 很大吗 来来来 脱了吗 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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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了吗 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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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确定你中了吗 你说这么轻松 脱了 我就脱了 把他的力量 强不强 也脱了 也脱了 好可惜 我们三个咬 三个同时咬 对啊 三个同时咬 但有两个已经脱掉了 现在还要 再拉回来之后 再脱一圈 再换一圈 再换一圈 换一圈 就还有江哥这边 再换一圈 江哥这边 力度强不强 对 来 来 来了 黄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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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还有很多 标烈 标烈 黄旗金枪 好爽 好爽 夹子 夹子 拿一杠 夹子 夹子 都不强了起来 哇 那我们这样就第一条鱼 就已经入户了 然后这条就是黄旗 金枪 我们现在已经把它放了鞋 它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活像 刚开始上来的时候 还一直都在不停的乱动 这个是张哥上来的 然后现在他忙活他的一些 装备的问题 我发现今天无论是其他的耳 包括我们手线棒的呀 都会被咬掉 因为我们刚刚可能这个姿势做太多 然后上帝给的好运也给的太多 所以一定要抓住这个站好的这一项 今天我们策略是脱钓 和当地手线钓棒同时进行 遇到鱼群就要抽铁板 三种做钓方式一起上阵 力争佛道巨物 继续脱钓 回到刚才上移的地方 果然是有鱼群的 徐老师坚守的脱钓杆那边 又有了动静 倒油倒油 哇 下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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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的这么轻松啊 还有没有啊 应该应该有 Bloomarling 他要拔起来收一下 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 你看 这个手太松了 太松了吧 老师我把它拿起来 要紧一点 不用了 拿起来干嘛 拿起来收 结果一下 先帮你拿起来 拿起来很难收的 要这样子 跟他玩 哦 帅的 来那玩 来那玩 小心点手 对 慢慢的不急哦 慢一点 动作不用 哎 拼鱼拼鱼 斗鱼肉 慢慢跟他玩 慢慢跟他玩 慢慢收回来 他会累 他会累 慢一点 哦 你看这动作 你看这动作 要是体力支撑不住 就换个人了 老师别硬撑啊 知道 快快快快 他还在打 我也不想太紧 小心 小心 你看后面有东西 海面上有东西出来了 就在底下 哇哇哇 鲨鱼 好逗 看来今天我们这运气 是要爆棚了呀 刚上了一尾 黄鸡金枪 这会儿 连鲨鱼都来了 徐老师这个时候 也是一嫂之前的失落 精神抖擞起来 而停船之后呢 就一直在船头抽铁板的 张哥那边 也传来了 赏鱼的消息 位置 飞 普遥是了 我要是鲨鱼喔 是 小龐 大 about 刚刚就是玩一会儿 来鹏鱼吧 你们谁是我的 小心点 我刚刚一条好大的 在底下游来游去 再排会在我们旁边 不是 一群鲨鱼 哇 鲨鱼 这个 谁要这个呢 哇 两条 这个不是重力吗 那也不是重力 挂底啊 你这个拉这么久怎么可能是挂底啊 没有拉力吗 没有拉力吗 有没有换我 我来换 我来换 来来来 换一个 我来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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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鲨鱼啊 一会儿 鲨鱼啊 快咬 抓住 快手 抓住 哦 哦 看到他了 啊 收啦 哦 这要动 这要动 鲨鱼 鲨鱼 哦 就跳鲨鱼 鲨鱼 加油 鲨鱼 要不要 鲨鱼 要不要 要 要不要 鲨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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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鲨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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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先干了 哇鲨鱼的你中鲨鱼 对鲨鱼 其实是鲍鱼被鲨鱼吃掉的 不可能 是看见了是鲨鱼 鲨鱼不要 没有我们要帮他把那个钩拿掉 我肯定这个已经是鲨鱼 这个我这个是鲨鱼 哇出来溜一溜 给他亮个下 我坐在那边里等你住好 还有这个鲨鱼 就那里 这不都露出来了 对鲨鱼出来了 开场开场 哇 这个鱼太厉害了 收收收 哇好有力量 这条鲨鱼得有五十斤 不好意思 看了保育鲨鱼 对对鲨鱼是 我们鲨鱼会放掉 我们只要帮他摘钩子 安吉哥会摘钩子吗 可以啊 我觉得好可怕 这摘钩子的过程怎么摘啊 那还有一条 他的铜饭来了 快看来 跟他一起 哇 哇 师父 我看的手都是软的 好 超出去往回啦 收收收收 赶紧收 收 啊 断了 断了 对啊 拿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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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到了谷屋底 咱们还有 怕什么 对吗 好可惜啊 你看好不容易中条 哎呀 很容易 只有 有体力丢下去 你看这鱼很多还没起来 这鱼太多了 太大了 所以咱们很难搞起来 再说鲨鱼是当地的保护鱼种 我又不要搞得好不起 拿刀子 拿刀子 但是我们鲨鱼要是钓起来之后 那怎么办呢 就是底下的鲨鱼都在啊 那其他鱼也不敢靠近啊 对啊 换地方 这地方只能钓鲨鱼 只能换地方 这里有别的鱼 但是如果别的鱼 要上别的鱼 小型的鱼 你拖到过头 鲨鱼过来 一口 没了 就种鲨鱼了 嘿 所以应该还是要再换个点会比较好 这边鲨鱼太厉害了 再先钓一下啊 看如果能够 看我们刚才这边也钓了 我们把鱼起来了 这条鱼我觉得起来还需要一点时间 我们这条跑了 徐老师那条还没起来 他种的那条鲨鱼 可就不像我们的这只 只有四五十斤了 看样子一两百斤他都有啊 他那边换了好几个人呢 还在坚持不懈地搏斗着 还有这个 我就是这个 他已经没力气了 他已经没力气了 他没力气了 他没力气了 快点 上次 小心 小心小心 快不行了 要出杯 him 要多泡几个吗 两个手扣住 好过瘾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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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水就好了出水就好了 有再来一下让它出水 抵下去了抵下去了 小心 完了完了 护掉了吗 完了完了 这样把狗也放了看狗子 接下来 男的相机准备拍照了 这鲨鱼还真是狡猾都快出水面了 还是没能上来 不过这个时候我们鲨鱼的快感已经体验到了 这个地方全是鲨鱼 肯定是不能够继续钓下去了 所以我们决定换钓点继续落钓 我们刚刚那条鲨鱼错过了之后啊 我们现在正要去前往一个有很多渔情的地方 但是在过去这条路上比较空闲一点 所以我跟这个Rimi船长一起学一下这个首线 当地这个帕牢这边独有的这样一个钓板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首线能不能够种鱼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首线能不能够种鱼的 好 来 看有没有看 是你准备吗 你动鱼之后没有拉很快 鲨鱼就直接把鱼干掉了 有没有跟鲨鱼一口把你咬下去拿整鱼就没了 还有吗 可能他不知道 大家还看可能是一个头或是没了 我们现在必须抓一点时间快下一站 可以让我移动一下 还有啊 还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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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又是在逗鱼啊 有啊 那再逗鱼 是刚刚那条跑掉了吗 跑掉了 跑掉了 又一次跑鱼 但是证明今天我们的确遇到了鱼群 继续用手线做钓 不一会儿又中鱼了 小东西 小军友好啊 要手线摔太大石了 那还会跑掉 好 小心 小心 会讲中文的黑人朋友 来嘞 小的也是 这什么品种啊 这是叫烟狐仔 这个台湾叫 烟狐仔 烟狐仔 对 跟这个不一样 很忙哦 很忙 来 滚着 首先做钓不太可能 种很大的鱼 但是种鱼的几率会高很多 这条烟狸又是新品种 让我对手线更加的感兴趣了 拉着雷米船长 让他教我用手线做钓 而今天做钓的过程中 我们也发现了一个规律 遇到鸟群就肯定会有鱼群 所以我们一边做钓 一边追捕海鸟的身影 好 我们现在仍旧 还是在转换钓点 还是我们转换钓点 这样一个根据的 就是背后的这一群鸟 这群鸟在哪里 我们就在哪 对 对 我们要跟着鸟走 哇 好大鱼了 对 它又出鱼了 哇 首先又出鱼了 对 跟着鸟走 所以跟着鸟走还真好 对 跟着鸟走 鸟的鸟在哪儿 你就在哪儿 对 脱钓暂时没有种鱼的迹象 我也跟着雷米船长 一起在船尾用手线做钓 当地这种传统的手线钓吧 还真的是给力哦 我这新手做钓不到半个小时 就遇到了好几个遥寇男 到了 好了 到了 狗咬人吧 狗咬人吧 狗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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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中鱼不断 徐老师也看得手痒痒了 决定用首先试一试 结果可想而知 大石出马 哪有不中鱼的道理呀 接连上了好几条 大伙的手都酸了 不知不觉 忘了吃饭的时间 已经是下午三点多钟了 大伙决定 上附近的海岛 暂坐休息 终于等来了一个 绝佳的好天气 我们决定出远海探跳 友善的船长 带着我们到他的 四流地做吊 刚刚开始就惊喜不断 漂亮的黄奇金枪 让我们嗨翻了天 接下来接连不断的 鲨鱼咬口 更是让我们 整个船都炸开了锅 驳鱼的快感 让我们非常满足 接下来 还会有更多 惊险刺激的海底深潜 等着我们 是什么原因 让我们心惊胆战呢 上了海岛才发现 原来今天 杰瑞卡和教官 也在这片海域潜水 这个时候 正在岛上休息 赶紧和他们会合 安迪哥告诉我们 这里本来是一个无人岛 但是现在呢 每天来这里潜水的人 都非常多 而且以情侣居多 如此美景 这般气氛 连我和杰瑞卡 都融入到这种 罗曼蒂克的气氛里面来了 真的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很容易就让人产生一些异样的电流 怎么办呢 没办法啦 没关系 所以咱俩虽然不能罗曼蒂克 但也可以看看别人罗曼蒂克吧 对哦 走哦 玩咯 不过听安迪哥说呢 这里吸引人的不仅是美景和浪漫气氛 这里最大的特色 还是一种神奇的生活 这个岛既然能够让游客来 它肯定会有一个非常亮眼的地方在这里 因为它很红 对 它是所有的岛屿里面算是最热门的一个景点 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肯定是这里有什么特别悲凶的 我告诉你 这里有一个非常非常残忍的生物 我感觉就好害怕哦 真的还假的 这是什么啊 在那里啊 我看看 山鸡 不可能是山鸡吧 你玩我啊 真的是山鸡啊 我不相信 我真的很怕了 真的 你突然觉得刚不应该牵这只手对不对 太没有安全感了 太让我失望 没有了 不是啦 不是啦 因为这个危险 这个山鸡要大很多 但它现在在哪里呢 我们先不告诉大家 等一下我们要带观众朋友一起去寻找这个生物啦 为我们祷告吧 也许这一镜之后 你就再也看不到我们两个人了 再拉一次手好不好 其实这里就是哈勞丁丁大名的 纳梅尔斯岛 附近就是令人胆寒的鲨鱼城 在这里的游客可以深浅到海底 和鲨鱼零距离的接触 事实上 ENDING哥今天带我们来这个岛上 就是带我们深浅进入鲨鱼城的 这当然也是之前我练习深浅的原因啦 徐老师他们就没有必要冒这个险了 有儿有女有老婆 哪像我呀 所以他们决定在附近海域浮浅玩耍 而我这边因为有了之前的经验 轻车熟路的简单准备之后 我就怀着忐忑不移的心情 跟随ENDING哥来到了鲨鱼的领地 我们现在啊 已经是游到了我们所谓的这个鲨鱼聚集的这个地方 鲨鱼城 现在摄影师在底下等着我 各位 也许 嘿 还不要等这种话比较好 但是希望你为我打扛 我心里还蛮慌的 来吧 让我带您去看看 什么是水底的世界 沙鱼城是帕劳浅水的一大圣地 所以这边的鱼资源也是非常的丰富 这第一次下潜我就看到了大量的鱼群 享受这种被鱼群环绕的乐趣 和之前训练的时候不一样的是 这个时候我已经下潜到了将近20米的深处 鱼儿更多更漂亮 整个神星都慢慢的融入到了这片美景当中去了 刚开始我还有些害怕鲨鱼来袭击我 但是慢慢的发现水底的鱼儿其实非常的温顺 对潜水的我们一点滴都没有 说实话其实是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也渐渐的感觉到自己本来就属于这个水下的世界了 这边的灵魂已经想起来 这边的灵魂已经有了 给你一次派的红龙 它为何? 我所蒼蜜的天气 你怎么这么做 对美景当地的灵魂 你怎么再发现水独? 就在我快要望了水底还有鲨鱼的时候 一条鲨鱼悠闲的游紧了我的视线 虽然之前安定格告诉过鲨鱼城的鲨鱼一般不攻击人类 但是这个时候恐惧心还是占了上风 幸好有安定格在旁边 我的鲨鱼的心也慢慢地有害怕 变成好奇 开始享受这种和鲨鱼勾舞的刺激 在水底享受够了和鱼鱼亲密接触的时光 才恋恋不舍地回到水面 好美啊我的妈 你们有没有看到我就坐在那里的时候啊 一条鲨鱼就出我从旁边就游过去 说实话那个时候心好轻软 但是你要想 他这边一条鲨鱼的鲨鱼游动速度非常快 非常迅速就把那条鲨鱼给咬了下去 我其实在底下啊 我还想揍一下那些旁边的小鲨鱼 没发现它们的牙齿都很丰利 一咬我都感觉到手上很疼 如果一不小心把我咬破皮了 那完了我跟你说 各位咱们就真 say goodbye 大家真的很漂亮 非常非常非常的漂亮 太漂亮了 哦我好爱潜水啊 继续下潜这次没有遇到鲨鱼 但是这时候我已经不再害怕了 全身心地享受到水底畅游的乐趣的跟来 在水底享受够了和鱼儿亲密接触的时光 才恋恋不舍地回到水面 再 Lite-激热距离 终于又一次 撒塌湿湿湿的 站在陆地前 真的大爱这家天舍的感觉 说实话那些鱼群是很多 嫁不出名的 但看起来一个个都很凶很凉的 好不再那么长 来者不善再过来 再过来我把你去掉 但还有很多很友好 看到没有 坐在中间打坐的时候 旁边还有很多鱼群在围绕着我 飞飞飞飞飞飞 超棒 那么看到我刚在里面做到有些动作 是送给所有钓友的 从尾海钓 然后陆亚转转转 收两杆 然后还有海钓 秋天 多惊艳 在那么漂亮里面还想着你们 说你们要多想着我 休息局 这个时候时间已经到了下午的五点多了 我们赶紧收拾装备返航 在回去的路上我们还是没有错过机会 一边脱掉 一边往回走 而今天我们的运气的确不错 回航路上徐老师又中了好几条鱼呢 好几条鱼呢 好几条鱼呢 新阳的西下 落日的余灰 洒在我们的身后 留下一片青涩的脸 我们一行坐在船围 享受这种光辉 这是自己之后平淡的满足 这是烹收之后沉甸甸的幸福 这对我们来说就是旅行的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